基督徒每天自我催眠的12句话 忙碌的日子不免充满消极 负面的情绪 圣经中充满了古武人心的经文 这些经文可以保护我们的心灵抵御魔鬼的轨迹 活出充满祝福的美好人生 以下是12句你可以每天对自己说的话 让这些话深植心中 1.我是上帝的孩子 圣灵与我们的心童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罗马书8章16节 美丽会渐渐消逝 但若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 我们就永远是上帝的孩子 能成为上帝宝贝的孩子既是荣幸也是特权 记得每天提醒自己和宇宙造物者的关系 2.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诗篇139章14节 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出生 但其实这并不重要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意外 请提醒自己 是上帝创造了你 3.美容是虚伏的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伏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币的称赞 箴言31章30节 我们都想变得漂亮 但过度崇尚外表的美丽是虚荣的 基督徒女性应专注于在基督里的身份 当专注于与她的关系时 我们就会得到刚强及鼓励 是时候摆脱比较的束缚了 4.我被上帝的灵充满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以福所书5章8节 上帝是如此爱你 赐下宝会师帮助我们走基督徒的道路 每当你感到沮丧时 请记住你已被圣灵充满 5.我是神话语的执行者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雅各书一章22节 虽然我们不是每次都能做对 但上帝知道你想要遵行他话语的渴望 因此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我们可能是不完美的 但透过神的话 我们正被提升 转变 6.为仇敌祷告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马太福音5章44节 现今的世界充满仇恨 我们必须记住为敌人祷告的重要性 对待他们 我们不必寻求报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为他们祷告 7.不要忧虑 应当义无关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腓利比书4章6节 我们不必为自己面临的任何事情而烦恼 因为我们可以走在上帝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里 相信并倚靠他 8.万事都互相效力 尽管面临的考验很艰苦 但上帝可以用它来结出丰硕的果实 不论我们所经历的难处其强度如何 我们每天都该提醒自己这段经文 9.我相信 我能做到 我靠着那加集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腓利比书4章13节 每当你想放弃时 请记得 靠着那加集你力量的耶稣 你凡事都能做 10.穿戴全副军装 所以 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以福所书6章13节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 他在以福所书6章13-18节 教导 我们该如何和恶者征战 我们绝不能放松防御 每天都要提醒自己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11.耶稣来为要赐我们丰盛的生命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阳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10章10节 耶稣来到世上 并为我们而死 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悦 和平和爱 无论你正面临什么 请记住 丰盛的生命是你的 12.我已不是过去的我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 过去的经历是为了见证上帝意志及释放的大能 绝不要被过去所控制 或成为我们的束缚 你的过去已经过去 现在 你是个新造的人 当我们每天默想 朗读神的话语 并应用在生活中时 我们将会看到自己灵性成长 力量更新 对我来说 的 感谢观看